主播早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早安 好 惠云今天我们首先聚焦在北韩 说北韩试射导弹 试射飞弹 不算什么太新奇的事情 不过这一回蛮特别的是 美军方面比较明确的回应说 他们认为这是一个威胁 请惠云进一步带我们了解这是什么情况 好 没有错 因为我们知道北韩 它是在日前4月13号的时候 他们发射所谓的火星18 新型的洲际弹道飞弹 而且比较特别的是 这个火星18它是采用固态燃料 也就是说这个燃料 不管是在保存或者装填上 它是比较容易的 那也就代表说 它在发动攻击的时候 是比较不容易被敌军给侦测到的 所以现在北韩 它研发了这样子的新型的导弹飞弹 它代表是什么呢 驻海美军司令卡梅拉 他就在一份对美国国会提出的 回复里面 它评估到 这个是北韩正在研发 所谓第二次打击的能力 这个第二次打击 事实上是之前在美苏冷战之后 他们提出了一个概念 就是说如果真的双方爆发核战的话 那么所谓的第一次打击 是一个先发制人的打击 就是发动核武来击毁对方 让对方是没有可以反制的能力 那第二次打击呢 就是瞄准比较一些关键的军事基地 所以美军现在评估北韩研发的火星18的洲际弹道飞弹 有可能就是要用作第二次打击来使用 通常来说第一次打击你先会发射一个ICBM 也就是洲际弹道飞弹等等的 第二次的话可能是使用前射型的飞弹 因为前射型的飞弹它是比较隐秘的 那么它可以攻击一些水面下的目标 像是重大的军事基地等等的 那这个也会是北韩的策略吗 现在就有南韩还有美国的人士都分析说 北韩有可能在这两次打击都是使用ICBM的 但是因为现在北韩所研发的ICBM 他们的有效射程宣称是越来越长 甚至可以破万公里的 那当然这个目标就不仅止于近海 那当然就是建制美国甚至要打趟关岛等等的 军事基地等等的 那么现在北韩这样子拥有了核武 而且它恫吓的动作越来越频繁之下 是不是影响到南韩民意的改变 因为现在根据南韩国内一份最新的民调 他们访问了一些成年的男女 结果调查发现有超过五成以上的人 他们是支持南韩本身应该要发展核武 拥戴核武的 那么这个原因是什么呢 最主要原因大家就是认为说要应对北韩的威胁 那甚至有人认为说 如果说南韩北韩都拥有核武 达成恐怖平衡的话 那有可能就可以达到战术上 所谓互相牵制互相恫吓的意味 好 会员另外我们要关切一下乌克兰 之前有个说法说乌克兰会有春季反攻 可是之前也都没有看到什么迹象 最近这个状况有变化了吗 会员 好 事实上现在已经是开战425天了 那么大家都在等待说乌克兰是不是真的会在今年春季的时候进行了一个大反攻 但是目前为止我们从国际的画面上面看来 好像也没有一个取得什么压倒性的攻势或是一个压倒性的胜利等等的 不过现在是根据了华府的智库他们研究了一些 亲克里姆林公的这边军事情资显示出乌克兰军队 包含了2014年被占领的克里米亚半岛 所以如果要收复克里米亚半岛的话 这个地涅薄河这里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战略的位置 因为在这里你要跨越到地涅薄河 你才有可能攻到前进克里米亚的陆屋半岛这个地方来说 所以其实有可能乌克兰现在出现在这边 是不是为了建立在所谓中间的这个关键的补给线呢 这个是有待确认的 不过乌克兰的军方尤其是在南方军区的发言人 他拒绝评论有关智库的相关的任何报道 他说大家应该要耐心的等待 事实上之前乌克兰的高层官员表示说 他们从来就不会宣布说什么时候才是真正开始反攻的 他们只是非常暧昧的表示说 现在反攻在乌克兰东部 就已经开始了 但是确切是在哪些地方 那有什么样的攻势 这个是还不得而知的 而且我们也知道最近有很多的西方军援 刚刚好就在这个时机点也送达到了乌克兰 所以什么时候才可以看到一个很明显的 乌克兰可能取得进展的这样子的进度 目前还要再观察 好 谢谢惠云带我们解析了 包括北韩 包括乌克兰情势 那么特别在乌俄战争这边 我们刚解析的是乌克兰的准备 而另外一边俄罗斯又到底要这样打多久呢 目前被认为俄罗斯主要武力之一的瓦格纳佣兵团 有前成员出面受访了 他说他们的日子其实过得像奴隶一样 走进巴赫姆特 城镇几乎成为废墟 向战惊险展开 枪声没停过 瓦格纳佣兵在乌东战场持续强攻巴赫姆特 俄军的攻势甚至远到乌克兰北部小镇伊尔平 一名女子看着自己生活超过30年的家园 就这么被夷为平地 女子含着眼泪 被心碎说无法原谅俄罗斯人 不过战争开打至今 瓦格纳军团一直被视为是俄军战场上的大功臣 现在却有成员出面控诉 前瓦格纳佣兵团战士在访问中回忆 加入后遭受不人道对待 甚至还有人跳出来亲口承认 不能违抗命令 只能杀害无辜孩童 俄军残酷行径 反映出前线状况一团糟 有的士兵现在还是不懂 为何会被丢上战场 细数二军残忍行径是否触犯战争罪 现在美国国会终于召开听证会 像这名妇女一样的案例层出不穷 乌克兰人民控诉俄军暴行 但俄罗斯国内却开始打压异议分子 俄罗斯反对派政治家雅兴 遭控散布俄乌战争假消息 被判刑8.5年 另外普京最近频频朝自己人开战 落难的还有他 两天前曾公开批评 俄罗斯的反对派活动家 卡拉姆扎遭判刑25年 另外还有前记者 萨夫罗诺夫在2020年被指控曝光 国家机密 被判22年刑期 波哈的未婚妻出面说 萨夫罗诺夫在监狱的遭遇非常惨 对内打压异议分子 俄罗斯对外持续军事扩张 普京展现侵略野心 但俄罗斯内部现在似乎出现不少反对声浪 甚至有人形容普京政权恐怕分崩离析 TVS新闻综合报道 好更多国际局势解析 今天我们线上请到的是中华亚太安全治理学会的廖天威博士 博士早 今天我们要先跟博士请教的是 有美国媒体报道说 美国前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波顿过几天要来台湾访问 那么波顿不只是一个前官员而已 他还有个身份 他日前宣布要争取美国总统的参选资格 那么要跟博士请教的是 这样的一个身份 他这样的一个争取 会不会提高这趟行程的敏感度 会不会又造成什么紧张呢 是的 这是根据自由亚洲电台的报道 就是美国前国家安全顾问波顿 其实也在今年1月 他已经表态要参选2024的美国总统 所以他是以参选人的身份 那么就到台湾来访问 预计这个礼拜六 4月29号就会抵台 那么他抵台主要是参加两个活动 第一个就是试台会 他会发表演说 就是在台湾维持长期的和平与安全 那另外一个是参加 台湾人公共事务协会40周年的晚宴 所以预计在台湾会停留到 大概三天的时间 那么当然一般就注目 这个波顿现在的身份 就是他要争取美国共和党 2024年总统的候选人的大位 那么很可能就会跟前总统川普 那么会有这个竞争的局面 那么当然波顿是 川普任命的国家安全顾问 他在任内的反中 跟坚持支持台湾挺台的立场 也是不遗余力 所以包括他在任内 都包括现任以后 他的支持台湾的言论 包括像美国应该跟台湾 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 还有要武装台湾 要支持台湾对抗中国大陆 这些一贯的立场跟色彩 都是非常鲜明的 这个时候他又那么想要争取 这个2024总统候选人的身份的话 那我们看见他这趟台湾型的访问 确实会对波顿本身跟他的阵营 会有加分的效果 第一个那么当然会对他的一贯的主张 大家会更聚焦在他这个反中的立场上 那么第二个对他在争取提名的部分 也会让这个选民看得更加清楚 甚至是符合某些共和党的选民的需要 当然包括美国国内现在有逐渐 这个升高跟中国对立的声音 所以对波顿本身来讲是加分的 不过我们就看回来就想说 那这个对台海安全会不会有冲击呢 当然会有 我们想中国大陆不会做事 不过在这个同一时间 现在在台湾访问的 还有法国参议院的犹台小组 那么瓜点马拉总统加麦黛也已经抵台访问 很特别的是很可能也会争取 这个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的 前副总统潘斯或者是前国务卿蓬佩奥 或者是当然蓬佩奥现在已经宣布退出 退出这个争取角逐 那还有包括佛罗里亚州的州长德桑提斯 这些人很可能都是前总统川普 他抑郁要在他的重返白宫之路上 要极力扫除或者清除的对象 那么这些很可能都会让明年 就是2024年美国总统大选 增加更多的变数 因为许多人就猜测 会不会再度形成川普跟拜登的 川败对决或者川败对战 尽管美国国内有一些民意调查显示 有部分的不希望看见这样的局面重现 但是我们想2024美国总统选举的 川普因素还是一直会存在的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看波顿的访台 他会带来一些效应 但我想不会无量升高 不过值得注意的倒是 波顿的访台所带起来的 更聚焦在台海议题上面的一些 连续性的长期的影响 我们台湾虽然在明年1月 要进行总统大选跟立委选举 但是我们可能也要被提醒 也要注意到 这个延藏赛可能会到明年的年底 就是到明年2024年的11月 美国下一任的总统 甚至到12月以后产生之前 这段时间美中台三边的角力 或者不确定的因素 都还是仍然存在的 我觉得现在反观我们国内 目前可能有一些要表态 或者是可能争取 明年总统各党参选人的 主要的一些人士 大概在政界上 都已经有一些表达温和 或者创造一些可能的空间出来 我觉得这长期来看 对我们国家来说是好的 那么多创造一些可能性 创造空间 以及多一些选择 我想这个对我们国家 其实是有帮助的 是 博士 只不过现在各方角力当中 还要加入欧洲 大陆方面是在用力拉拢欧洲 不过中国大陆驻法大使卢沙也 最近一段关于 前苏联国家主权的讲话 是让将近80名欧洲议员 公开要求法国政府驱逐卢沙也 那么要请教博士 这件事情后续可能会怎么发展 那么中国大陆跟欧洲的关系 会因此受到多大的影响 会真的有影响吗 博士 安琪主播提到的这次事件 的确是一个很鲜明的对照 中国驻法大使卢沙也 他最近在接受 这个法国电视台的访问的时候 他就当面呛了主持人 因为主持人提到说 在毛泽东主政的时期 杀了百万人 难道不是更残酷吗 比现在的这个恶物战争的情况 更要是多上好几倍 那么当面卢沙也就呛主持人的发言 他说你应该多读书 那当然另外两则的发言 他也更惹恼了全球社会 一则就是他提到了 他认为前苏联加盟共和国 其实不具有主权国家的地位 那么再来他就是认为 台湾的未来应该是由中国来决定 那么当然刚刚提到的这一则 针对东欧国家的发言 就惹起了欧洲议会 包括有80名的议员联名 就要求法国政府应该要驱逐卢沙也 所以这个事件看起来是一个国际的危机 针对中国针对欧洲的关系都是 不过我们也就此就会揣测到 中国的向来所谓的战狼外交 会不会改变 会不会有修正 我个人倒认为 其实随着中国新一代领导人 领导班子的陆续到位 虽然看起来他的手段或者是外表 好像是柔和了一些 但是我想他的战狼外交的本质 其实并没有改变 他只不过是以一个大国政治 跟柔韧外交的色彩来做包装 让他显得更为有一些影响力 因为其实中国现在在全球各地 包括欧洲 包括其他陆块 中东或者是阿拉伯半岛 都在同步想化关系 那么同时针对台湾的外交空间的 这个线索打压也是同步来进行 所以我想说这个卢西埃的事件 的确是一个突然擦撞出来的事件 但是我想基于对中国大陆的立场来看 其实它还是一个政治正确的事件 因为现在习近平追求历史定位 是直追毛泽东的历史定位的 那么这一件事件对中国大陆来说 反而是发言正确 反而是政治正确 所以我想揣渡接下来的处理的结果 如果要中共官方警告或者撤回 或者处分卢西埃的话 我想倒不至于 但是这个事件也需要平息 那么所以很可能卢西埃本人 他必须做出一些修正来平息重弄 但是我想长期来看 中国大陆全面的介入全球各路块 这样的强力的政治跟外交的手段 还是不会改变的 特别我们最近注意到习近平针对台海的问题 他也提出了准备要开展军事斗争 这样的强硬的谈话 这表示习近平已经宣示了 所谓的不惜一切 不计代价的要进行的这个手段 这是我们要值得密切注意和因应的发展 所以我想这个事件可以长期来看 中国当然在这个时候 这个在法国总统马克宏访问大陆 回去了以后 强调欧洲战略自主 那么欧盟的这个智慧会主席Vanderlion 他在访问中国回到这个欧盟以后 他也做出了一些修正 他说我们不可能跟这个中国大陆脱钩 可能也要追求在战略上 调整一下我们的对华战略 那特别是我们也注意到Vanderlion 他可能会争取这个北约秘书长的职位一职 所以整个欧洲大陆 它的政治生态跟情况也会变动 所以长期来看 我们保持密切关注 这些外交跟政治上的影响 然后掌握一些主动权 或者是对我们有利的空间 我觉得这都是我们政府当民间 应该要助力跟实力的地方 谢谢博士的解析 也邀请观众朋友 跟我们一起密切的关注后续发展 我们再次谢谢博士 谢谢主公 我吃到一把盐 我吃到一把盐